被誉为非洲噩梦的黑曼巴蛇 致死率高达百分百 毒王黑曼巴究竟有多可怕 在毒蛇阵营中 黑曼巴绝对是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 它们的名气虽不如眼镜蛇响亮 但从攻击性上看 却是当之无愧的毒蛇之王 作为眼镜蛇科曼巴属动物 它们的体型在毒蛇中足足可以排到第二名 仅次于亚洲的眼镜王蛇 要知道 成年黑曼巴的平均体长达到2.4米 最长的个体为4.5米 这样庞大的体型对于毒蛇来说 简直是攻击力爆表 与此同时 黑曼巴的身体结构也比较独特 它的前半身较轻 重心主要在尾部 这使得它们可以和眼镜蛇一样盘坐起来 高高扬起头颅威慑敌人 这是黑曼巴最常见的攻击姿态 如果对方见到它这副模样还不时去逃跑 黑曼巴就会以极快的速度飞扑出去展开攻击 它有力的下半身此时就像一个弹簧 让它的这招突袭快如闪电 绝大部分动物都来不及做出躲避的反应 就已经被它咬到了 黑曼巴的毒液是某种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的融合体 进入动物体内后 会以极快的速度扩展到全身 中毒者通常会像喝醉了一样感到虚弱无力 意识模糊 一段时间后 它们的呼吸机和心脏就会停止工作 这通常发生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 因此在野外被黑曼巴咬到的人几乎可以宣判死亡 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医院 这也是它致死率极高的主要原因 被誉为非洲噩梦的黑曼巴蛇到底有多么 毒性极强而且快如闪电 根本逃不掉 在非洲的野外遇到黑曼巴时 首先会看到它灰白色的背部 或是黄白色的腹部 这时它还处于警戒状态 如果你及时离开的话还能留条小命 但要是见到它漆黑的口腔 能活命的机会就不多了 黑曼巴名字的由来正是源自于它口腔的颜色 非洲人称其为深渊般的黑 它张开大嘴朝人冲过来时 漆黑的口腔能造成极大的震慑效果 心理素质不够强的人 可能会被直接吓呆忘记逃跑 其实就算人们想跑此时也来不及了 黑曼巴的攻击速度极快 除了像弹簧一样弹射起跳以外 它还能以接近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迅速移动 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敏捷的毒蛇 黑曼巴身上和死亡挂钩的元素很多 除了如同地狱一般的漆黑口腔外 它们的脑袋形状也长成了棺材样的长方形 对于人类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恐怖的信号 但好在黑曼巴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如果你擅自闯入了它的领地 它会先摆出攻击姿态进行试探 此时及时离开的话就能逃出生天 如果你不慎被它咬到的话 一定要及时绑住伤口附近的血管 组织毒素蔓延 此后就祈祷自己能在挂掉之前赶到医院吧 过去抗蛇毒血清尚未发明时 被黑曼巴咬到无药可制 致死率接近百分之百 如今非洲的大医院都普及了 针对黑曼巴的解毒血清 这才使得人们被咬后还能保留一丝生还希望 令非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曼巴到底什么来头 被咬到就没救 是真的吗 单说毒液的毒性 黑曼巴在毒蛇里可能连前十都算不上 但它们的毒液纯粹是为了进攻 这让它的危险性大大提高 专家研究后发现 黑曼巴的两滴蛇毒就可以杀死一个成年男子 而他们每次攻击时平均会放出20滴毒液 一出手就是极其致命的杀招 黑曼巴的毒线内时刻都储备着40滴毒液 让他们在面对挑衅时可以随时进行反击 但在人才积极的非洲 纵使黑曼巴这样的顶级杀手也不能横着走 他们的天敌主要有三种 首先便是被称为平头哥的蜜欢 蜜欢皮糙肉厚 能硬扛黑曼巴攻击 曾经有人拍到过一只蜜欢 在被黑曼巴咬了七八口的情况下 仍能强忍着疼痛将其反杀 他们身体的抗毒性至今是个谜 第二种天敌是萌 萌因为进化出了某种特殊的肌肉组织 因此可以免疫绝大部分生物毒素 这让他可以无视黑曼巴的攻击 直接把对方当辣条生吃下毒 最后一种天敌则是非洲的蛇臼 蛇臼身形纤细优雅 有一双不满灵片的大长腿 他在捕蛇方面颇有心得 喜欢迂回着和蛇对峙 经常可以把毒蛇遛到精疲力尽后再尽情享用 但对于人类来说 黑曼巴带来的威胁绝对是致命的 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科普解说员在线真搞了